講一下東區、華人區的排名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種市場 講到尾都是一種生意的推廣和宣傳手法 但其實我們講到最後,如果跳到華人區的話 去到東區、西區、南區 我們都很擔心這件事就是 那裡很多澳洲人或者其他種族的人 我們很擔心bullying的問題 大家說這件事,澳洲的bullying問題很厲害 我看新聞看到很多同黨、很多吸毒問題 大家會覺得華人集在一起始終會比較安全 所以為什麼大家都是聚焦在華人區 大家對這些所謂的紅番區 真的這樣說,紅番區會比較抗拒 另外一邊的想法馬上跳出來 那是不是華人沒有吸毒 當大家覺得紅番區好像毒品、vaping 那是不是亞洲人沒有? 是不是中國人沒有? 還是他躲得好,你不知道呢? 是的,有錢人的玩法 紅人有賠人的玩法 有錢人才能買到那些東西 是的,所以有幾件事 佩豐有說過,第一件事就是安全的問題 如果大家團結住在一個區域 大家有一個照應 其實這個想法是正確也不正確的 正確是因為你始終是新報道 你覺得我要有一點安全感 所以我才要困在裡面 或者我的英文不好 或者我不懂得太大 所以我要住在那個區域 我一出街就不需要說英文了 變成我的適應能力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跟我以前住的地方 差別不是太大 或者我一到街可以喝一杯奶茶 但是你這麼深處都來 你當然要嘗試融入社會 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種族 你才可以長久 澳洲或民意本是你的家 否則你不如回家 說真的,我可能會直接一點 這是第一件事就是安全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說到吸毒 怎樣學壞 到處都有 不是說哪些區特別多 可能會有些區是特別多 因為他們可能是那些人出身 就比較貧窮少少 那他們什麼原因 怎樣可以滲到那些地步 當然那些就有額外 但是如果你說到一般的區 就是買日本住 無論西區哪裏都好 基本上你要看看 你還沒買或租 那時候 你不只是靠 Open For Inspection 去看 我經常跟香港新來的朋友說 你除了Open For Inspection 你一定要晚上看一次 Outside of Open Inspection 去看一次 如果你是想買的 有心買的 你可以不妨嘗試敲 如果你買得到 你將來旁邊的輪舍 敲去門問一問 你住了多久 怎樣 打個招呼 那你就知道那區是怎樣 也都要看看 每個人拿著那桶金過來都不同 你去到那區 你看得到的 他們開什麼車 他們出街 在前面的花園 是不是很綺麗 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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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購買中心 是啊 那些購買中心 看米當勞 不需要看米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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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收紮一點 是否華人區沒有bullying問題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可能更多 好 在學校裏面 的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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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們說得到 很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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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有很多bullying bullying其中有一個definition 就是 我記得澳洲經常都說inclusion 其中就是 你不include這個人 譬如我和Raymond私底下 在那裡說Nelson 但是Nelson不在 這個已經不是inclusion 那我有機會是構成bullying 可能大家以為打你、欺負你、boycott你 但是其實bullying 剛才我講的例子已經是 每一間學校 他們一定有基於QM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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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入學的時候 理論上你們是會有 給到一份文件或者叫你上網看的 選擇的時候其實就需要看 每一個人 正如我說 除非你用金鐘罩 罩著你的兒子 罩到他死了 入棺材 否則 在這個世界 我不相信完全沒有bullying 我不小心也好 可能我不小心bullying你 但是你比較敏感 你覺得我很bullying 但是又或者 那個人不是很敏感 那個人是嘻嘻嘻的 Happy Girl Lucky 沒有所謂 他又不覺得我bullying 可能是同一個行徑 所以 需要看的就是 究竟學校是怎樣處理bullying 其實是一層一層想的 向誰投訴 如何是第一層 如何是第二層 如何是第二層 就不是說 嘩 我的兒子回家 告訴我 某某同學 他欺負我 他槍我 你這樣大喊 就是 Karen 這樣 其實當然沒有人理會 你 但是當你 譬如會寫出來 或者你看回那份 document 其實學校是要處理 那 怎樣處理呢 剛才我講了 因為我們有一個 duty 就是一定要提供教育 所以 很可能 當成立 有延伸 這樣才算 香港家長覺得 哇 他有延伸 他為何不踢他出校 回頭 剛才說 我們是不能隨便踢他出校 然後也是那句 你覺得你的兒子 值得 要有人去 背負你 或者怎樣 但是別人的兒子 如果我的兒子 是 不是那麼乖的時候 我也希望他被 有機會 我也希望他 有一個 重新學習的機會 所以 譬如有些學校 會不停地 談很多 和家長 和學生 有不同的安排 但是 又或者有些 的 deal behind the scene 我們會簽了很多的文件 就是和這個 去複製人的人 的 family 做了一些協議 但是基於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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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們校方也是不可以 說給你的 Viction 就是 少少都不能說 所以 有些人 家長 經常都說 這間學校 出過很多這樣的報道 這間學校 處理不當 什麼 什麼 但是 其實 從你的角度 處理不當 你換回頭 另外那個學生 都需要提供一些支援 或者一些機會 那 這個就是我們澳洲其中 inclusive 和diversity 另外的一個爭議 就不是 我喜歡這樣叫inclusive 我喜歡這樣叫diversity 就是diversity diversity 真的包了很多東西 不是我覺得你要包我 就這麼簡單 我需要包括別人 包括所有 哪怕我不太喜歡的人 或者我覺得他不夠好的人 我都需要去包容他 那這個就是 不如我補充少少 第一就是 我會覺得這樣的 如果你在家裡是有 帶著老人家來 或者你是有計劃 要帶一些老人家過來的 那你說你要住在一些 我明白的 因為老人家未必懂英文 難道你叫他幾十歲人 開始學嗎 但是除了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 都有沒有想過自己 帶著小孩來的初衷是什麼呢 就是我永遠 整晚都是講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勿忘初衷 你就是想它在一個 比較多元化的社會上長大 還有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不是只是講種族 不是只是講文化 也都是要講 如果有困難的時候 它又要怎麼處理呢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不是說真的 如果都是把一堆 同聲同氣的 你這個小孩 是不是真的在一個多元化 多元文化的一個環境上長大呢 其實又不是了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何必過來呢 其實我也講一下 因為這邊都講了 公立學校都是書書 你住在一個區 什麼人都能進去 澳洲其實很多不同的家庭 有些家庭真的很多 本身有問題 好像是吸毒問題 有些單親問題 都很厲害的 那個比率 很多家庭的小朋友 其實很需要幫助 都是弱小小的群 去到這些學校 這些小朋友 可能他們有些特別需要 或者他們脾氣大一點 但是在學校方面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原因 他們就特別處理 我真的在學校 認識一些家長 我跟他都是好朋友 他真的是單親 很多問題 你看到很困難的 但是那個女兒 你只是單親家庭 他真的會疏忽照顧 在這個班上 會做了一些問題 會令到其他小朋友 會覺得他黑黑白白的 但是如果你站在這個 單親的家庭角度 他們就很慘 其實學校裡面 是有很多資源 支援 很多支援 對於 當然 有些學校是會多些 有些學校是會沒有那麼多 一樣 是有很多的 我們會去跟 或者 剛才說回吸毒 或者因為基於 可能是單親 所以 脾氣沒有那麼好 其實有一些 學校 他們是 其實每間的學校都有 健身 有些學校 是會 其實 幾乎每間的學校 都要有一個 психologist 其實只要你入學的時候 有說需要 還有我們學校是要檢查的 他入學的時候 這些當然是機密文件 基本上如果 他是有一些 情緒問題 或者一些背景有問題的時候 只要 願意去找幫忙 其實學校是一定要支援的 當然正如我說 我明白 家長會很害怕 哇 你這間學校有一個 可能其實他是 drug addict 但是換轉角度就是 其實 那個 所謂的 drug addict 可能他很努力去戒 那如果 有些學校 我接觸過有些學校 他們很好 他們是會 讓學生去理解 背後 為什麼這個同學生會是這樣 原來這個同學生有時候 他不去班房 他 或者他情緒有問題 只要讓他 他整理解 他是可以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教育 就不只是 專注於 學生 以後 我就要整走那些 我覺得不夠好的人 從我的角度 就是這些 這樣的學校 培育出來的人 相對是 loving 相對 從我的角度 我看到他們日後是會成功的 多過那些 我不喜歡你 我要弄走你 如果我弄不走你 就是你的學校有問題 於是就是 I'm being a victim 就是 不要讓小朋友 self victimize 其實有很多事情 不通過交通 所以最重要是 家長要改變自己的心態 這邊澳洲的教育 要包容多些 還有要培養 學生那種 適應社會的能力 可以接受其他人 而不是說 誰欺負我 我就要排除那個人 不是這件事 找個authority去排除那個人 是吧 我們應該是教西蚊仔 怎樣去跟這些人相處 其實就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是的 好 今天非常多謝大家的參與 我相信都可以幫助到很多 新來到澳洲的朋友 更加了解這裡的教育制度 是的 其他人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OK 好 今天非常多謝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到此為止 好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